最初就好像拿手不成小 現在就好像很輕鬆 每樣東西都是功多藝術的 這樣拆勻, 粉又均勻 一個程序, 一個順序 一邊攤動, 一邊跟我太太已經偷吃了很多 其實我們很喜歡吃這些番薯 黃金蓮糕 嘩, 真厲害, 正 是雞蛋黃番薯 好, 買, 吃都好 其實這些是做蓮糕 很漂亮, 好過用黃糖 哇, 十三元三磅 那時候十元三磅 有些肥, 其實越大隻就越甜 你看看, 這些碗不太大 好, 買三磅 這些多大 好, 買吧 貴一點 你這樣的 你做甚麼? 番薯蓮糕 我做了蘿蔔糕 很厲害 很厲害 好厲害 糯米粉, 做蓮糕 番薯蓮糕 我是熱主員好 大家好 剛剛看到我做完 蘿蔔糕, 芋頭糕 我今天又去買糯米粉 我今天還買了幾個番薯 這些是雞蛋黃番薯的 十三元三磅 已經貴到 以前十元三磅 照清了 四個三一磅 四三十二 即是十二個九 還收便宜了 買了三個 那我今天就用兩個 雞蛋黃番薯做這個 黃金煉糕 其實我煉糕我是拍過的 我不知道一年前還是兩年前 兩年前拍過 當時的煉糕都不錯 正 其實我是用來精神的 找兩隻元寶杯仔做的 今天這幾天我跟婆婆聊天 有些婆婆聊天 看了我的芋頭糕 挺正的 加個紫薯 衰仔真聰明 讚我 很開心 她說做年糕 你是不是做年糕 我不做了 今年不想做年糕 因為做了 她說其實以前的鄉下地方 放番薯下去 我說真的 那跟她聊了一段時間 她就說了一段時間給我聽 我學習 不如今天我就 聽了回來演繹給大家看 做給大家知道 現在做番薯年糕 番薯年糕也是很簡單的 都是糯米粉 不過是沒有份量的 用一個沒有份量的方式去做 就最好了 因為那些份量寄到你死 還有那些高盤 你究竟不知道它300還是600 我今天都用回我 哇 今次很禮事 蘿蔔糕又上了榜 芋頭糕又上了榜 這個高盤 這個是日本城買37.9 我理論估計應該都是沒得買的 因為現在開始 高峰期做高了 如果有的 你去看看有沒有 37.9 這個真的非常好 我就是買 精一底這麼大的年糕 好 首先我今次就簡單 用這個片堂 本來有些深色的 我其實去年是喜歡 一些深色和淺色交界的 但今天因為有番薯的甜味 所以我都不用加這麼多 都加三磚 因為很坦白說 年糕如果不甜 就不好吃 首先我們先把它煮熟 剛剛沖完水的年糕 放進去 水的份量 就是你的高盤的一半水就可以了 即是這個高盤1300 大概六百五 大約多一點 就不放那麼多 譬如我去年的年糕 我先煮熟 既然去年的年糕 我記得我是有放凍麵的 因為其實是這樣的 如果你的年糕 你想去硬一點 硬身一點 好煎一點 其實是需要放少許凍麵的 但是 如果你單一放糯米粉 那些年糕就會很軟 即是比較難冰一點 就算是冰了下去 它都會比較軟 所以放凍麵比較好 但今次不同了 我放了兩個番薯 這些基本上是有番薯粉的感覺 所以我單一放糯米粉就可以了 變成不用那麼複雜 材料就看完了 林拉糞 我掃高盤也是放少許油 現在很流行 就是年糕加些油 下去滑一點 因為我們健康 吃得健康 我都不放 好馬上做給大家看 番薯年糕 我們先批皮 其實番薯年糕 阿婆告訴你 好吃很多 好香的 如果你買到一些 漂亮的雞蛋黃 其實用紫薯可不可以呢 他說都可以 不過好像他們這些 鄉下 老人家那些 就喜歡用這些雞蛋黃 看看是否漂亮 買這些雞蛋黃 不要買一些有筋的 很多時候 這些番薯有些筋 這些屬於筋部 一條一條筋 有些很多 這個不算的 買一些大隻 太小隻 它又不夠香甜 先批好皮 這麽硬的番薯 當然要蒸 現在就撕開 好了 切好了 拿去蒸 好 現在拿過來 放過來 鑊到蒸就可以了 蒸了十多分鐘就可以了 蒸熟了 再和大家看 番薯蒸了15分鐘 先看看 切好了 已經切開了 便便便便便 好 關火拿過來 拿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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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現在就要關火 把番薯攤凍了 差不多了 這些糖水又攤凍了 那我們就開始要攪粉了 我是沒有份量的 奈米粉 阿婆就說 一定要用手去攪 因為感覺不同 和滑一些 這次我就用手去試一下 不過我要戴手套 因為始終都不是專業 不要緊 那我們就試一下 這裡有兩個番薯 可能多了一點 都未成功 所以我先分批 放了一些番薯 不是一塊吃番薯 剛才我一邊攤痛 一邊 跟我太太已經偷吃了很多 其實我們很喜歡吃這些番薯 現在我放少許粉 放少許粉 放少許粉 這裡多一點也不要緊 因為開始攪 就不會多了粉 放少許糖水下去 攪 對了 好 慢慢攪開 先把番薯 糖水 和糯米粉混合 慢慢攪 手攪的確是有好處的 現在要加多一點糖水 多一點也不要緊 我覺得 因為還未夠 還未夠這個烹調 這個烹調 真的帶來給我好幸運 這次兩集也好 芋頭糕 讚得不得了 蘿蔔糕已經開頭 還未做芋頭糕之前 也是讚得不得了 我以為 給蘿蔔糕的反應 贏了 出芋頭糕 行不行 這樣說 原來芋頭糕的反應更厲害 有些在Facebook留言 我這次第一次做芋頭糕蘿蔔糕 我奶奶不相信我是第一次做芋頭糕的 這麼好吃的 你說這句話 告訴我 其實是哄我 不是哄他 是哄阿好 說真的 所以我現在還有動力去做 這樣是稀 不要這樣下去蒸 這樣是不行 太稀 多一點粉 很多時候蒸糕 蒸完之後 為何會起泡泡 其實是太稀 第一個原因是太稀 第二可能 下油太多 我這次是不放油下去 我會覺得會好一點 健康一點 然後再加少許粉 做慣了就輕鬆了 開頭就好像拿手不成小 很混蠢 做任何東西都是功多藝屬的 開頭當然是差的 OK 基本上可以了 我們先試一試 就是這樣 這個這樣的結度才對 想跌不跌的結度就對了 明白嗎 這樣就混蠢 因為要用手攪 有時我們上次買隔篩 這次也不用了 因為這樣攪了這麼久 就已經均勻了 OK的 好 現在我們就 過來做一個高盤先 好 掃點油放高盤 不要太多 好 慢慢舀下去了 不 要小心點 不要舀到周圍 對呀 噁噁噁噁 好 等我舀好 再跟大家說 放了下去了 糖水也要用靜一點 因為都要看環境的 這個糯米粉就用完了 昨天我用了兩個湯匙做材料滾滾的 但是都整包都下來了 接近四百五十克 那現在就先把它移動一下 先移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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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蓮膏 它一有油份或是太稠 裡面都是起泡的 給點耐性移動一下 先移動一下 哇 移動一下 移動一下 一下 想死了 快燃污 particularly 什麼燃污 好 待會再跟大家說 下水冷得像手很軟 好 一根 vapor 勇好 藏著 好 差不多了 不要緊 封石指 封石指的目的就是 避免倒汗水 其實我們這個高盤這裏 是很高 其實基本上蒸久一點不要緊 不要緊,都是蒸一個小時 不過一定要大火滾水,千萬不要在中間收小火 不應該是這樣的,蒸的東西是要大火 好,現在拿過來蒸 好,大火滾水 小心點,我怕會軟 好,一個小時,四個字就要加水 講了很多次,因為一隻鍋裡不可能蒸一個小時 好,四個字,四個字就加水 一個小時之後就拿給大家看 好,真的蒸了一個多小時 超過一個小時,先看看 嘩,真是厲害 打開看看 加了兩次,水也沒有太多水 好,好,有石紙 否則倒汗水就不行 好,再跟大家說 黃金蓮糕出來了 你看,嘩 哎呀,黏了 先看看 哎呀,黏了一點 不要緊啦 挺漂亮的 我還以為白色 剛才因為我們用的片糖是很淡色的 我通常用的深色糖 挺漂亮的 看看 嘩,真是黃金 真是黃金 很棒 加了這個雞蛋黃番薯 這底糕就棒了 由於我今年就沒有放椅子 今天是年二十七 如果你們年二十八 年二十九做高 放進冰箱 冷到年初一、一、一、二 就非常OK 現在應該是軟的 但放涼了之後 冷到24至48個小時 甚至乎久一點 它就越來越收水 越來越硬 阿婆教我放些芝麻 很漂亮的 浪費了 我覺得好像 我從來未見過人 年糕放芝麻 放這些 放這個 紅棗 很漂亮 現在放涼了 放涼了 放涼了 放涼了之後 放涼了之後 大約放涼了 三十六至四十八小時 讓它再收乾 這樣就會很好煎 希望大家這一兩三天 就做一下我這個 黃金年糕 用雞蛋黃番薯溝去做就行了 簡簡單單 一點也不複雜 你看 完全沒有其他年糕不同的 是金黃色的 真的是黃金年糕 這個 看看多漂亮 哇 黃金年糕 之後 粉雞